这条鱼,我要活的。 要活的?那好吧。 哎呦,还挺重的。 当然,这条鱼本来就大,而且还装了这么多水,我看还是杀了它,你好拿。 不用的,这条鱼我是要买来放生的,不能杀的。 放生?你拿自己的钱买鱼去放生? 是啊,当然是拿自己的钱啊。 拿自己的钱买鱼放生?现在怎么还会有这么傻的人啊? 你不认识欧先生啊,他是一个经常来市场买鱼放生的人。 是吗?他这样做真的很傻呀。 对于欧先生买鱼放生的行为,很多人都不能理解,甚至连他的哥哥也非常不认同他的行为。 阿蜂,你是要去哪里啊? 哇,是金色鲤鱼耶。你这是从哪里抓来的? 我是刚从市场买回来的。 太棒了,这种金色鲤鱼的味道是最鲜美的。走,今天中午我就露一手,做一道红烧鲤鱼给你尝尝。 哥哥,你明知道我是吃素的。 阿蜂,你该不会又打算把这条鱼给放生吧? 是啊,我正要把它拿去放生呢。 阿蜂,你怎么还是这么笨呢?老是拿自己的钱去买鱼放吊? 阿蜂,你这样不是在浪费钱吗? 这怎么是在浪费钱呢?我用钱买的是这些鱼的生命耶。 好了好了,我讲不赢你,你去行你的膳,我吃我的肉。 这条鱼你给我,你再去买一些鱼放生吧。 这条金色鲤鱼就这样放生实在太可惜了。 不行,哥哥,我不能把这条鱼给你。 你不过是放生而已,这条鱼让我吃掉,然后再买其他的鱼来放生还不是一样吗? 我明知你要吃它而不去拯救,那等于我也是在造业呀。 哥,你不要再吃鱼了,这种罪业终究有一天会降临在你身上的。 好了好了,不让我吃鱼就算了,还说什么我会遭报应? 真畅随。 唉,哥哥什么时候才能明白,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的道理呀。 欧先生的哥哥将他弟弟的劝说当作耳边风。 他依然每天吃婚时,欧先生,您怎么每次都放生这么多条鱼啊? 大部分的鱼是我替我哥哥放的。 替你哥哥放生?为什么不让他亲自来呢? 唉,我哥哥他从来不相信因果,而且他很爱吃鱼。 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来放生呢? 哎呀,欧先生,你哥哥再这样下去,是会遭到报应的呀。 我也知道呀,可是他固执得很,我实在拿他没办法,所以只能替他放生一些鱼虾。 或许这样就能减少他身上的罪业吧。 嗯,你说的也是,你也非常有善心的。 啊,什么?我,我哥出事了。 好,我马上过去。 欧先生,出了什么事吗? 我哥哥出车祸了,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。 欧先生的哥哥被车撞到了头部。 幸运的是,他并没有生命危险。 嫂子,我哥哥现在怎么样了? 医生说他没事了,只是暂时性的昏迷,应该很快便会醒过来。 真是万幸啊,刚刚可把我吓死了。 是啊,当时差点吓死我,你哥哥一下子被车撞飞,我还以为他活不了了呢。 嫂子,我哥哥醒了。 哦,头好痛啊,这是哪儿? 这是医院啊,你刚才被车撞到了,你还记得吧? 啊,对了,就是你小子撞到我的吧。 哦,哥哥,我是你弟弟啊,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? 弟弟,你是我弟弟。 欧先生出院后,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,就像是得了失智症一般。 你哥哥这段时间总是妄动妄息的,我们原本没当一回事。 结果他不但不会自己添饭,连厕所也不知道在哪儿,鞋子也忘记穿,只穿袜子就在地上走。 现在,我都必须跟着他,就怕他受伤啊。 哥哥怎么会变成这样啊? 医生说他只是轻微的失智症。 他还年轻,怎么会得了这种病啊?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啊? 我把他关在卧室里,如果不关着他,他就会到处乱跑。 一跑出去,自己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 嗯,我先去看看他吧。 哥哥,是我,我是阿风啊。 他应该是不认得你了,自从他生病后谁都不认得了,而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 鱼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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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,你要吃鱼吗? 不,不,鱼,鱼,他这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啊? 我哥他应该并不是要吃鱼。 那他为什么总说鱼啊? 他后去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啊。 嫂子,我想这时报应降临到我哥身上了。 什么?报应?那要怎么办? 鱼,鱼,鱼。 哥哥,你现在是想吃鱼还是想放鱼? 放,放,放。 嫂子,哥哥他现在忏悔还来得及,我相信他会慢慢好起来的。 我不懂你说的意思。 我哥他过去一直吃鱼杀生,这些年来他累积了很多的罪业,现在报应降临在他身上。 如今他已经知道,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业有多重了。 所以他想放生鱼杀生,所以他想放生鱼来弥补自己的过错。 他想放生鱼?可是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啊,又怎么能出去外面放生鱼呢? 哥哥,我带你出去放生鱼,好吗? 就这样,欧先生带着他的哥哥去市场买鱼,到河边放生。 虽然他的哥哥笨手笨脚,一副吃傻样子,但是在放生的时候却表现得异常虔诚。 天啊,你哥哥他竟然知道要忏悔。 嗯,是啊,放生是极大的功德。 只要哥哥坚持下去,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 自从那天起,欧先生的哥哥每天都会去河边进行放生。 几个月后,他的神志渐渐清醒了起来,家里的地址、电话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。 真的好神奇,你哥哥经过这几个月的放生后, 居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很多事情都开始记得起来。 现在连说话也变好顺畅。 阿枫,哥哥知道错了,当初我不听你的劝,结果才变成现在这样。 哥,你过去造业的时候,我一直都有在替你放生,如果我没那样做的话,我想你遭受的报应会更加严重的。 谢谢你,阿枫,我很幸运能有你这样的好弟弟。 哥哥,虽然你现在的情况好了许多,但是还是要坚持放生才可以。 嗯,我现在已经体会到放生的善行,以后我一定会坚持下去,永不放弃的。 刘大姐因家庭事业的波折,有一段时间她的心情低落,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,已经成家的女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。 妈,你最近老是心情不好,我的心情要怎么好得起来,辛苦了大半辈子,结果换来了什么? 老公跟我离婚了,事业也不顺利,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,又不能天天陪在身边,你说,有什么事情能让我高兴的? 妈,我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来陪你嘛,对了,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特地准备了礼物要送你。 哎呀,你快点把她带走,狗身上的细菌最多了。 妈,这是贵宾狗,它很干净的,我帮它取了个名字,叫贝拉,我想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好心情的。 拿开,拿开,我不想要养狗。 可是,我已经买了耶,妈,要不然这样吧,你先帮我养几天,等我联络好宠物店,再来带走它。 好吧,也只好这样了,你要快一点把它送回去哦。 好,你放心,我一定尽快把它送走的。 妈,你看,贝拉在跟你撒娇耶。 它是在讨东西吃,只要给它吃的,它就会对人咬尾巴啦。 它亲近你,是因为它喜欢你。 别胡说八道了,我只帮你照顾它这几天,我是不会养它的。 好好,我知道了。 小珍,怎么样,你把贝拉送给你妈妈了吧? 像贝拉这么聪明的狗,一定会让你妈妈重新找回快乐的。 唉,别提了,我妈说什么也不愿意养狗。 啊,那怎么办呀? 我当然有想到办法咯。 我骗它说先帮我照顾个几天,我想这段时间我妈一定会喜欢上贝拉的。 起初,刘大姐只要碰到小狗就会去洗手,她害怕沾染了细菌会生病。 后来,她看到小狗跑来跑去的很可爱,慢慢地赶抱着它完了。 几天下来,乖巧可爱的贝拉,便赢得了刘大姐的喜爱。 咦,妈是去哪里了? 平常这个时间,她都是在家里的呀。 贝拉,我们到家了。 妈,你去哪里了? 我带贝拉去散步,顺便买一些东西。 贝拉,瞧你一副贪吃的样子。 好了好了,我拿出来给你吃。 这是要给你吃的狗饲料,还有你喜欢的狗饼干。 你看,还有你最爱的球呢。 贝拉,你这只小调皮。 妈,我已经联络好宠物店了。 联络宠物店做什么? 你就不用将它送去宠物店了,住在我这里就好了。 嗯。 刘大姐和贝拉的感情越来越好。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,她已经完全离不开贝拉了。 由于贝拉的陪伴,她的心态也有了变化。 消极的念头没了,慢慢走出了忧郁的阴霾。 刘阿姨,你带贝拉出来散步啊? 对呀,每天傍晚,这只小调皮就会缠着我,要我带她出来走走。 刘阿姨,你家的贝拉还真漂亮呀。 看得出来,你非常疼爱她。 是啊,为了养贝拉,我可是费尽心思在照顾她呢。 自从有了贝拉,刘阿姨看起来心情好多了呢。 是啊,而且现在她也看开了许多,这都是贝拉的功劳呀。 哎呀,奇怪,怎么突然觉得不太舒服。 贝拉,你先在这里等着,我去倒杯水喝。 就在这个时候,刘大姐突然感到喘不上气,四肢也发麻。 她一下子倒在了地上。 惨了,这难道是要中风的前兆吗? 要赶快打电话求救才行。 糟糕,拿不到手机。 我的身体动不了,怎么办? 就在这时,贝拉,汪汪汪的叫着跑过来。 懂事的贝拉,看懂了主人的心思。 于是,便跳上茶几,用爪子将手机踢到地上,并推到主人面前。 喂,小珍,我的身体不能动了,快叫救护车来。 贝拉,妈,你怎么了? 那天晚上,天上下着雨,医护人员将刘大姐踩上了救护车。 妈,没事的,你不会有事的。 迷迷糊糊中,刘大姐想告诉女儿带贝拉上车,可是她躺在担架上,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 而贝拉,见主人被救护车再抖,便一直追着车跑,最后却迷了路。 妈,医生说你的病情没有大碍,谢天谢地,多亏你当时及时打电话给我。 既然我没有什么事,那我们就赶快回家吧。 妈,你别这么急着要回家啊,我们还是在医院里观察一晚,明天再回去吧。 不行,不行,贝拉还在家里等着我呢,如果我晚上不回去,她会担心的。 嗯,那好吧,我陪你回家。 然而,当刘大姐回到家后,却没有看见贝拉。 贝拉,贝拉,你跑到哪里去了? 难道是我们进来救你的时候,她跑出去了? 有可能,不行,我得出去找她。 妈,这么晚了,外面还在下雨,你别出去了。 不行,万一她不见了,又怎么办? 哎呀,柳阿姨,我看到你被抬上了救护车啊,你还好吗? 医生说我没什么大碍,所以就回来了。 对了,你有看到我家的贝拉吗? 贝拉?她一直跟着那辆救护车啊,当时我怎么叫她都没用。 啊,怎么会这样? 贝拉她是担心我,才跟着救护车的。 这个傻瓜,她怎么追得上救护车呀? 不行,我要去找她。 妈,搞不好贝拉会自己跑回来。 如果你出去,她回来找不到你,怎么办? 说的也是,她要是回来找不到我,搞不好就又跑走了。 是啊,妈,我们就在家里等她吧。 嗯。 然而,整整一夜,贝拉并没有回来。 心急如焚的刘大姐,第二天一大早便出门去寻找她。 可是,找了整整两天也没找到。 啊,悬赏五万? 阿姨,为了一只狗,值得吗? 当然值得,是她,在我人生陷入最低潮的时候。